各位大哥大姐大家好 现在给各位介绍那个 混合图层的应用 那我们现在先打开一个 新档 那这新档我们大概是 16公分,22公分的大约这样的高度 好,按确定 好,确定以后 我们这个 就是一张白纸 那我们现在要先 要把那个 我们的那个 一个城堡把它放进来 好 当把城堡放进来的时候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两张图要并列来看 并列来看 说要用视窗 好 把它摆了 好 然后把这张 那个 城堡 这张图把它放过来 好,然后把原来这张城堡把它关掉 那 再用选取工具把它移到适当的位置 好 移到适当的位置 好 好 那今天要做什么呢 今天要做 混合图层 我想把这个城堡 因为最近万圣节快到 我想把它做一个比较 恐怖一点的一个城堡 恐怖一点的城堡 好 所以我先把这个城堡放进来 那城堡放进来以后 然后我想把它让它有一个 那个 皱褶的样子 那我就拿一张 那有皱褶的纸 好 有一张皱褶的纸 纸张 皱褶的纸张 好 好那我们这纸张可以把它移动 这样移动 好我们先去移动工具 那就可以移动 盖住 好 那这纸张 这个纸张里面 我们想要留下这个 黑色的地方 黑影的地方 白色的地方 我不要 让它有点 觉得说 留下这样影子 黑色影子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它设为 在这几个 变暗里面去选 可能选变暗啊 也可以选变暗 可以选色彩增值 可以选 加深颜色 你也可以选 那个线性加深 你也可以选 颜色变暗 好 那我们看哪一个是比较你 比较喜欢的 不可能往下选 因为往下选是变量 那这样就不对啊 我们要留下黑色的 所以我们要用 例如色彩增值啊 或是 加深颜色 这样 来做 那颜色加深 它就会 加深颜色的部分 它 会在下面 不会在上面 上面就没影响 就影响到后面 那所以才 只有色彩增值的时候 才会 全面影响 全面影响 不会只有影响到后面 你看 比较一下 色彩增值 是 全面 加深颜色 就后面 后面 因为比较深颜色 它会 图现出来 好 那我们就用色彩增值 好 那我们把 这个色彩增值 把它降低一点 有那个 有那个 皱褶就好了 也不要太 这样就太 那个明显 有那个 有皱褶 有皱褶 好 那我们做好了以后 好 那我们 希望说 这个能够 有一个 阴深深的感觉 好 那我们就加一个 图层 那这个图层呢 我们要用 建层图层 那我们就选 建屠图层 建层图层 这边我们 要记得要选 色彪是绿色 深绿色 绿色 深一点 没关系 好 绿色 确定 好 那这边选白色 选白色 那有点 有点深一点 绿色 好 可以按确定 这个色彪都可以选 在这边选颜色 在这边选颜色 按确定以后 好 那我们就可以做 在上面 从上面往下拉 就有建层 建层 绿色建层 有没有看到绿色建层 然后我们也可以用 方形也可以 你看 建层 好 都可以 像我下拉 也可以 建层 好 建层做好以后 因为我们要让它有阴伸的感觉 这个建层 然后 然后 我们就用色彩增值 色彩增值 让它觉得 很绿色 但是现在又太深了 对不对 又太深了 所以我们 色彩增值 有点太深 色彩增值 太深 太深没关系 如果深一点 我们可以用那个 淡一点也可以 淡一点 淡一点也可以 另外方法 另外方法是说 我们用曲线把它拉白一点 好 然后我们按 这个增加 颜色 那是什么 我们在曲线这边 曲线 曲线这边 我们可以把它拉白一点 往上拉 就可以拉白一点 亮一点 往上拉就可以 这样也可以 这样也可以 这样一样可以达到相同的目的 绿色的目的 然后记得 做完以后要按 建立剪裁则色片 它是 会印在下面这一张 不像 其他的部分不会影响 那就有点绿色的感觉 绿色的感觉 好 有绿色的感觉以后 我们再来继续 你也可以往 做好以后 你也可以把它 合并到下面那一层 向下合并这一层 好 再来 我们想要有点让它 这个 那个 城堡的部分是有点 很像那个 古代的城堡 好 那古代的城堡要怎么做呢 古代的城堡 我们可以再把 古代的城堡把它叫 这个列图部分把它叫出来 叫出来以后 我们希望这个列图的部分 角落是在这边 所以我们就可以去旋转 我们的影像 旋转 旋转 影像 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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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可以把它 再一样 排列两层方式 把它抓进来 把它抓进来 它图比较小一点 把原来的图关掉 它原来图 比较小一点 所以我们就可以 把它拉到角落 然后 在做编辑里面的 变写 缩放 把它放大一点 放大一点 好 那我们这样就完成了 完成了 这张列图 那这张图要印在这个城堡上面 要刚刚好印在 印在这个城堡上面 所以说 我们要去选这个城堡的一个形状 然后把它剪下来 剪这个城堡形状 所以我们把其他的图都关掉 只留这个城堡 留这个城堡以后 我们就可以来做选区 选区最简单的方法就用快速选取工具 从上面选下来 现在选下来 这样选 这样选 这样选也可以 但是有一个方法可以更好选 可以更好选 你可以用 你可以用选取里面的颜色范围 那你就选它就好了 选它 这样也可以 按加 按多一点 少一点 这样就很暗 按确定 我说你不够的话 按加 这边也可以再选一点 云也可以再选一点 再选一点 这样太暗 我们再把它暗黑一点 云的部分等它再选掉 好,那我们就选到大部分的地方 大部分的地方 好 好,那选到大部分的地方 这个可以把它加 按加 加起来 或是 选取 Ctrl Shift I 反转选取 好 不該選的地方,我們都把它放掉 不該選的地方,我們都把它剪掉 不該選的地方,我們都把它剪掉 好,不該選的地方,我們都把它剪掉 剩下留下要選的地方 你可以用 快速選的工具,比較快一點 選取工具,要選取 選好了以後 選好以後 選取工具,可以按這個增加 選取工具,選好了以後 這個都選好,選好以後我們到這個 塗層這個,列圖這邊 然後我們按塗層遮瑕片 好,就取下了這個塗層 好,讓我把其他都打開 好,然後再按 這個塗層適用 我們這個列圖,我們是要用加深 顏色來做好 好,那這個塗層遮瑕圖 就會有類圖的顏色在上面 好,如果太深,我們就可以降一點 降一點 它就會有裂開的樣子 好,裂開的樣子 好,做好了以後 我們最後還要再加上 讓它有一個舊舊的樣子 好,那我們再把這個開啟舊檔 把這個鐵鏽這個圖片把它叫進來 課本的鐵鏽這個圖片把它叫進來 好,我們一樣把它做個旋轉 做個旋轉 好,旋轉 好,旋轉完了以後 我們一樣把它抓到我們的圖片這邊來 好,圖片這邊來 好,那抓進來以後 我們把原來的圖關掉 那抓進來以後 我們這個秀圖 我們看一下 這個秀圖 我們要讓它有一點 緩白的樣子 好,不是黑色的 假如我們只選 我們假如我們選的是 我們選的是排除或是減去 或是 它可能就是黑色的 顏色 好,排除 這樣子 其實我們要的是要換白 所以我們要用分割 知道嗎?分割 所以我們要分割 它的意思就是 要留它的白色的部分 暗色的部分 留部分 好,那我們這個部分 有一點深色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調淡一點 讓它更像一點 更像一點 好,那做好了以後 最後 我們就可以再把框加進來 加進來 好,增加開啟就打 然後我們把我們的框 把它加進來 開啟 我們的框 好,我們的框一樣 我們排列順序 兩難垂直 然後把這個框放進來 好,再把原來的圖關掉 好,這框放進來的時候很大 所以我們把它縮小 好,按Ctrl-減 縮小以後 我們做編輯裡面的變形 好,縮放 把它縮小一點 縮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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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縮小一點 縮放 縮放 放到這個角落 縮放 好,調好以後 再把它放大 Ctrl-加把它放大 看到適當可以 看到適當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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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適當的位置 好,看到適當的位置 完完適当的位置 放到適當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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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後按打勾 打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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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想要把 中間這個白色的去掉 可以用很多方法 我們以前有教過 塗層的那个样式 混合图样样式也可以 还记不记得 把白色去掉就可以了 也是可以这样做 记得这个是 复习一下以前的做法 那我们今天不要这样做 我们用混合图層的 那个加深连色 混在一起 加深连色 这样就可以达到我们这张图的目的 那这张图做好了以后 这是我们的一张图样 做好了 那我为了让它做得更好看 更细致一点 因为我们混了很多的图案 所以我们可以按Ctrl Shift Auto 按ABCD的E 那合成一张图 那把下面的图都关掉 然后再附置一份 然后按色彩增值 色彩增值 很暗对不对 然后把它调淡一点 让它色彩增值 好 色彩增值 好 那我们这样的一张 那个 万生节的图 就做好了 好 同学可以再试一次看看 试一次看看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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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